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根据真实鱼翼事件改编的电影 1993年的法国虽然正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 但是上流社会依旧过着浮华奢靡的生活 巴比龙是一个游走在上流社会讨生活的小混混 这些大佬们的手下都不干净 对于背叛自己的人绝不心慈手软 巴比龙是这些人专门雇来偷东西的小偷 他偷偷的钻石让他获得一万美金的报酬 他可不会乖乖地将钻石如数交出 将最直线的钻石项链留下来送给自己的女友 并和女友度过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一大早警方以谋杀罪将他逮捕 他实在是冤枉 完全没有作案的时间他被办了重刑 他的脑灰路也算清奇 被冤枉了不是想着上诉 而是想要越狱 在和女友告别后 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牢狱之灾 这里有犯了各种罪的犯人 他们在经历了严格的身体检查之后 登上了一艘邮轮前往了巴蜀地的一所监狱 在这批犯人中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路易斯 他看上去十分的不起眼 可却是一个百般富翁 因为伪造文件而入狱 他也是唯一一个有妻子来送刑的犯人 这里人都会因为他的财产而将他大协八块 路易斯看上去就是这里唯一富有的人 他决定担负其保护路易斯的重任 前提是路易斯要给他越狱的资金 但巴比龙的提议被路易斯一口否决 他不认为在这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而且他跟别人的犯人状态一点都不一样 他像是在这里走马观花的客人 相信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出去 夜晚降临 其恶也开始滋生 富裕的犯人都会惨遭毒手 路易斯眼睁着看上睡在自己旁边的人被杀死 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而狱警也是简单将尸体处理掉 根本不会追究谁是凶手 这一惊心动魄夜晚彻底吓到了路易斯 于是他答应了巴比龙的提议 承担他的一切越狱费用 自己责到万全的保护 刚和路易斯达送交易 夜晚就差点遭到袭击 如果不是巴比身受敏捷 路易斯小命不保 牢房发生了骚动 狱警们开启了蒸汽来维持秩序 警察开始了连捡 带走了巴比 单间生活不如集体牢房 在这里被五花大榜毫无人权可言 好在邮轮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想要从这里逃出去的人 真是花样百出 有人就不惜割伤自己 住进医院以等待时机 这座监狱在座小岛上 戒备森严 监狱长告结所有新来的人 不要企图逃跑 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这座岛 服从命令听指挥 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监狱长的话 并不能把巴比吓退 他坚信 自己一定能够从这里逃出去 这里的犯人们长期做鼓励 身体健康情况非常的糟糕 巴比和路易找到这里的小偷偷 希望能够贿赂他 为自己安排清便的活 尽管价格高昂 需要花费一千美金 但巴比和路易还是答应了 小偷偷急不可难 现在就要要钱 路易斯 只好费尽从自己身体里面 掏出偷偷藏起来钱 他们的生活条件 异常的艰辛 捏累起来的炕 房屋里面的鸟随时会啄食他们 入狱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有人从监狱连试图逃跑 警察们不遗余的 将这些越狱的家伙们抓了回来 路易斯和巴比的一千块起了作用 他们两个被安排到医务室里面工作 可是偏偏冤家路债 这里的副狱长的姐夫 因为路易斯伪造的国防债券被捕入狱 他是不会放过路易斯的 两个人直接从天堂落到地狱 被送到工作量最繁重的零号中 巴比简直被路易斯害惨了 结果这财主在这里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 巴比可不会像路易斯一样天真 他根本不会相信路易斯的妻子 会用所有的财产将他救出来 路易斯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就连他安身立命的钱都能弄丢 好在巴比将钱找了回来 如果没有巴比在 他们的日子将更加的艰难 在这里吃不饱是常有的事情 犯人们类似不在少数 但他们从来都不声张 死人的口量会很快的被瓜分 路易斯走到那里都散发出一种有钱的气质 总会有人顶上他 每当有人威胁路易斯 巴比都会挺身而出 岛上来了一个皮条客 巴比和他达成交易 以5000美金作为帮助 巴比逃跑的酬劳 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路易斯有钱的消息 一波又一波的人过来找他要钱 巴比不得不和这些人大打出手 拖着这样一个拖油瓶 自己总是满脸时伤 监狱生活条件恶劣 还有众多想要自己命的人 再这样下去 路易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出去的那天 他请求巴比带他一起越狱 越狱危险重重 他不想路易斯跟他一起冒险 但路易斯铁了心要和巴比在一起 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地方 越狱没有成功的人被抓了回来 然后直接送上了绞刑架 所有的犯人跪在地上 看着他的头颅被切下来 鲜血流泪于地 巴比和路易斯将犯人的尸体 抬到指定的地方掩埋起来 越狱人的头颅未堪 伸出来的血水吓坏了路易斯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越狱 双腿发软的他根本走不动路 被狱警刺激地抽打 气不过的巴比用石块砸晕了狱警之后 向着无边无际的森林跑去 警察们赶来对巴比疯狂地扫射 到了黑夜 巴比和皮条克见面 这个家伙只想要要钱 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帮助他 巴比再次被押回到监狱里面 悲喜的狱警还活着 巴比逃过了死刑 但是活醉难逃 他被送往圣约瑟夫岛 单独囚禁两年 狱长会竭尽所能地驯服巴比 直到他彻底放弃越狱 那里毫无希望 只有漫长的岁月 保持安静 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牢房里面只有十步左右的距离 每天狱警会从小门里面 送给他清汤寡水的一餐 通过小门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 也就是这一点 换来一顿毒打 在这里必须局对地服从命令 巴比的生活很艰苦 从某一天开始 他的食物多了一个椰子 巴比知道 一定是路易斯在帮他 为了使自己的身体不被摧垮 他一有时间就偷偷锻炼身体 但是椰子的事情 很快就被发现了 葱村的犯人也被打死 监狱长威胁巴比 说出是谁偷偷给他送椰子 可他就是不说 被监狱长扣除了一半的口粮 饥饿使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意志也和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消沉 他被饿得直不起身 狱长再次投来橄榄汁 他给巴比带来的肉汤诱惑巴比 到底是谁给他送的椰子 巴比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这下彻底激怒了监狱长 之后的刑期 他将在暗室度过 无际的黑暗 肩巴比彻底摧毁 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意志开始游历 甚至出现了幻觉 往日的美好 一幕幕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难道自己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不 他不能 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 他一定要活着出去 看着门上的锁 他屏住呼吸 想着自己从前的手法 开始转动密码锁 或许是太久没有练习了 手法生疏了很多 他根本就打不开这把锁 他越是打不开 脑海中的小丑就越是嘲笑他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都是他的幻想而已 在禁闭市 熬了两年的时间 终于被放了出去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卢伊斯也学会了保护自己 不再是那个任人打骂的弱者 凭借自己的才能 开始帮助警察们 搭理财务问题 他寻到机会就去看望巴比 卢伊斯的老婆 真的被巴比说中了 人家早就放弃了卢伊斯 和别人双诉双非解了 他不会再有上诉的机会 两年的时光 并没有打消巴比 想要逃出去的念头 他和卢伊斯再次合作 根据卢伊斯的透露 这个周日 监狱长将会放映电影 来招待一些政客 电影的声音很大 值班的人手也很少 他们必须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关键是必须有船 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塞里尔 但是他会要求和他们一起走 卢伊斯负责联络外面的人 巴比则负责在医务室装疯卖傻 转移其他人放松对自己的警惕 巴比和马图结谋 以能够带他越狱 来让他为自己卖命 让他在周日引开所有狱卢 卢伊斯把自残的塞里尔 也带到休养区 塞里尔提供了重要的船只消息 但是想要船 现在就要交付一半的资金 资金的问题由路易斯解决 四个人一排集合 等待着周日这一天的到来 周日这一天 路易斯将巴比给的镇定药 放进了警员们的酒里 马图利用自己的美色 将狱卒引开 巴比和塞里尔拆卸病床 作为自己逃出去的工具 行动前 巴比不忘提醒塞里尔 千万不能杀人 他们绝对不能被送上断头台 先是打晕了狱卒 逃出的病房又敲晕了喝醉的预警 原本计划一切顺利 但天又不测风云 外面突然下雨 一切计划都被打乱 好在路易斯不负众望 拿到中央走廊的钥匙 只要不来电 他们就是安全的 四个人趁着夜色 悄悄地向着圣里前进 他们小心翼翼地跳下塔台 等到路易斯时 恰巧来电 他们险些被发现 在众人鼓励之下 跳下来的路易斯还摔对了腿 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累赘 只有巴比一个人坚持要带上他 他们没有时间争吵 巴比和马图架着他一起逃跑 无论他们的计划多么周密 还是被发现了 苏联里埋伏着一群人 用枪指着他们 埋伏在这里的是 为他们提供船只的老大 只要有足够的钱 就能放他们一条生路 路易斯拿出了所有的钱 换来一艘通往自由的船 这艘船并没有走多远 不仅船舱漏水 船舵也坏掉了 然而最糟糕的是 他们没有食物 没有干净的水源 他们不知道 还要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泊多久 塞里尔主张放弃路易斯 巴比却坚持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因为他们是朋友 不能在危机关头放弃他 暴风雨来临 分轮塞里尔拿着刀冲向了巴比 两个人私打了起来 路易斯拿起了匕首 杀死了塞里尔 他们把塞里尔推进大海 尸体随着海水漂流 三个人在海里奋力抵抗 还是没有逃过暴风雨的侵袭 幸运的是 他们三个人 被一个小岛上的土著居民救了起来 回家来的巴比从梦中惊醒 他不敢相信路易斯会杀人 也让他重新认识路易斯 这座小岛再好 也始终不吃自己的家 巴比他坚持一定要回自己的家 可是警察很快就找到这里 他们再次回到监狱里 巴比再一次在狭小的禁闭市 度过了五年的时光 他的身体更加的消瘦 这一次他将被带到恶魔岛 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经过五年的等待 他还能再次出去吗 在这里 他又看到了他的老搭档路易斯 五年前巴比还是没有放弃 要逃出去的想法 但路易斯却早已放弃了 在这里 他能做的只有没日没夜的画画 巴比想到了利用潮汐逃走 经过准备 在一个清晨 他们来到大海边 这次路易斯选择留下来 他不想再给巴比拖后腿 在岸边 他们两个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没有任何语言 眼神的交汇 便能使他们明白彼此 这一次巴比终于成功了 逃离了噩梦般的监狱生活 一直到1969年 年老的巴比再次回到了法国 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撰写成书 不只是他 有很多曾经被关押的犯人 有着共同的经历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巴比龙 通过巴比的字数 为我们解开那个年代 犯人们非人的待遇 司法体系的混乱 让他们饱受苦难 金钱成为那个时代的通天法毛 巴比不断地越狱 是他对布公的抗争 值得庆喜的是 自转被出版后 影响非凡 毫无人情的法属流放地 在他生前被废止 巴比也成为自由人 可以自由地进出法国 这是一部非常有深度的自传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每天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